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立刻出发,我是小马 那么在我身后的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那么春西路过来车程大概30分钟 那么大家可以从春西路乘坐专线大巴抵达大熊猫基地 那么成都大熊猫基地在开展大熊猫繁育研究的同时 也开展了大熊猫博物馆以及环境演示场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去参观可爱的大熊猫吧 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 那么我做你的彩虹 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的瞳孔 那么我做你的烟火 我想环游整片星空 找到你的星球 摘下换你的笑容 穿过了银河的尽头 载着我的温柔 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 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 那么我做你的彩虹 那么我做你的彩虹 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的瞳孔 那么我做你的烟火 我想环游整片星空 穿过了银河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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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的温柔 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 我想环游整片星空 找到你的星球 摘下换你的笑容 穿过了银河的尽头 带着我的温柔 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 银河的尽头 是你的眼眸 照亮了整片星空 下午逛完了大熊猫基地 虽然有游览车 但是依然还是需要 步行很多路 然后感觉有点疲惫 那么今天是到成都的 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品尝一次成都火锅 那么今天我们点的 依然是鸳鸯锅 然后点了一个麻辣牛肉 然后这个是焦麻脆 这个是嫩肉滑 然后那个是虾滑 然后还有鸳鸳蛋 然后点了几个素菜 这个麻辣牛肉比较厚 因为它是腌过的 来让我们来尝个虾滑 这个虾滑 这个虾滑看着好大一颗 这个虾滑居然用的是整颗整颗的虾仁 然后吃起来非常抠担 然后它里面居然还加了虾子 然后吃到嘴里会有一种爆开的感觉 来尝一个嫩肉滑 这个嫩肉滑是用猪泥做的 然后吃起来比较嫩滑 然后它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添加了芹菜末和脆骨 然后吃起来让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有尝试 哈喽我们已经吃完火锅了 那么重庆和成都的旅行也到了尾声 明天我们将出发前往古都西安 那么这几天我们品尝了川鱼地区的火锅 总的来说和其他城市的四川火锅相比 会美味很多 确实超出了玉区值 让我们领略到了什么叫做地道 两地相比 重庆火锅则重于麻辣 成都则是香辣 两地的调料也略有不同 那么重庆地区的调料则更为丰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品尝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休息了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收藏 拜拜